来 孩子们都睡了 他们两个真有意思 思渊呀 非要跟四伯 睡在一张床上面 这才刚见面就打得火热呀 血浓于水嘛 秋荷 这次我没经过你的同意 就把四伯给带回来了 你不会怪我吧 事情都过了这么多年了 我怎么还会放在心上呢 只是看着他们两个感情那么好 我心里就在想 要是娘能亲眼看见就好了 长男 小玉该不会还在记恨我吧 不会 四伯是你帮她接生的 小玉一直在说你的好呢 可是我始终没让她进陶家的门 都过这么多年了 我心里一直都放不下 当初 我是怕她把你抢走了 想要保护我们的爱 可是长男 这么多年了 她一直都没有嫁人 可见她心里还是爱你的 长男 要不你去把她一块接回来吧 救我 救我 你别说了 小玉出家 谁也劝不回来啊 这几年也是委屈你了 只要你回家就好了 你一回家 我的心就踏实了 只要你回家就好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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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来也是想跟您谈谈这件事 白市长到 张先生 白市长回来了 陶老板 白市长 什么时候回来的 我刚回来 陶老板 过去的事就算了 现在咱们要同心协力 对付日本人 对 白市长能够以大局为重 实在令人佩服 当初啊 幸亏没有把你押到南昌 要不然一定是过堂受审 接着是枪毙 我白某人还回得了景德镇吗 过去的事不要提了 左侍柳一线日后好相见 这古人说的话实在是太好了 是 赵县长 这次呢我是找你有点事 请说 国军为了尽快收复南昌 第三和第九战区 准备携手发动春季攻势 这太好了 早日把这帮日本鬼子轰出去 是好事啊 是啊 把日本人赶走还早着呢 这次来是想请赵县长 召集一下景德镇的乡身们 为抗战出点钱 出马力 好 这是好事应该的 我这就去办 好 再快去请镇上所有的乡身们 好 白市长 里边请 好 请 白市长您请 来 十几百万人 对我全线进攻 就在不久前 日本人已经攻陷了南昌 南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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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献了 现在蒋卫园长正在调兵遣将 集结兵力 对日军进行全线反击 全是好 是啊 非常好 不管大家过去有多少恩恩怨怨 我希望为了抗击小鬼子 大家能够同心协力 白师长 您希望我们大家借多少钱 您就发个话吧 好 陶老板很爽快 本人就不多说了 日军之所以能够攻陷南长 就是因为国军的装备落后 所以为了尽快消灭日寇 我希望景德寨的乡亲们 能够慷慨解囊 每家出两千块大洋 我输五千 大家想一想 日寇要是打到了咱们景德镇来 各位的家产还能保得住吗 说得好 说得好 说得对 有道理 我也出五千 我出三千 我出四千 我出五千 我出五千 我出三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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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我出一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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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春明啊 春明 你看 这是什么呀 什么 中华书局的信函 你撰写的 中国陶瓷之赏西 可以出版了 你怎么好像不高兴啊 你不是天天盼着这本书 能早日问世 为振兴中国陶瓷尽一份力吗 眼下还谈什么振兴陶瓷 那是太平盛世才能议论的事啊 你看看 现在我泱泱大国 有亡国之威啊 这举国上下 为了抗战 全民动员 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这时候出书啊 不合十一 不出一半 可是这本书 是你卸官之后 花了十几年的心血才完成的呀 这出书的事啊 等赶走小日本以后再说吧 夫人 我想 为抗战也出份力 这老话说得好啊 国家有难 匹夫有责呀 尊王痴寒哪 不过 你这把年纪 也不能扛枪打仗啊 谁说我要抗枪打仗啊 你还记得 这次上海保卫寨打枪以后 我连夜挖掘 就在这地下 埋了一些瓶子 记得呀 我还放钱进去了 那可是宝贝啊 安安 与其身来地下 不如把它捐出去 我算了一下 可以买一架飞机啊 这些瓷器 可是你一生的珍藏啊 平时你把它看得比命还重要 你真舍得捐拿 真舍得 夫人 这些个瓷器 是我早年 在景德镇围棺的时候 从民间搜集起来的 虽说也出了钱 可所用的手段有欠光明 有搜刮之险哪 每每想起来 我只心里也难安哪 就算是取之于民间 用之于国家吧 好 好 我同意卷 兄弟啊 我马上 就要开刀前线 去打日本人了 我还不知道 能不能活着回来 今天赶着走之前 再跟你见成一面 等我们 打走了小日本 我想 时间不早了 你也该休息了 等一等 你一定要活着回来 你也保重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 你也要活着回来 你也要活着回来 我得到一班 我还能活着回来 我一年 我还要 我又有 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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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 想要 我就能活着回来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 陶昌阳所在的红军战南的密集 与白市长所率领部队并肩作战 在南昌与日军展开殊死的战斗 红军展开殊死的战斗 红军展开殊死的战斗 好 赵军长 听说这次南昌没能收服 主要是国军的部队 没能切断日军的增援部队 结果让日军海军陆战队攻了过来 那依你看 这日本人会不会打到景德镇来呢 日本人能有足够的兵力 守住南昌就不错了 应该没有多余的兵力 打到咱们景德镇来 有白市长的消息吗 还下落不明啊 差南 春光 汤姆 琔 작 秋月 麻烦你帮我收拾些东西 我明天去到上海 去上海 去上海干什么呀 现在到处都是日本人在杀人 上海分后里边 还有很多美人罪没有卖出去 如果被日本人发现了 那就难跑了 所以我想 去把这瓶货运回来 畅南 美人罪只是货物 丢了就丢了 你现在去 多危险呀 美人罪不光是货物 还是我的心血 我绝对不能让他们落到日本人手里 你放心吧 我只是一个商人 他们不会拿我怎么样的 爸爸 我也想去上海 你去上海干什么呀 我想妈妈 思渊啊 带弟弟出去玩 乖 走 畅南啊 你带四北去吧 顺便把小玉劫回来 秋华 谢谢你的打量 我跟小玉说过 她不可出来 我知道 所以我才让你带四北去啊 也许她见到孩子 会回心转育的 如果 我真的把小玉带回来 你放心吧 我会和她 一姐妹相成 一礼相待的 谢谢你求好 去上海 去上海 去上海干什么 我听他们说是 快要打仗了 陶长南想把上海的陶瓷店都关掉 然后 把右里红从上海都运回来 这样的话 我现在就让苏管家 给何天先生发个电报 何天先生和陶长南又不做生意 你给他发电报干嘛 你别问那么多了 以后你就知道了 会有好戏看的 那也咋 上海的生意也不好做呀 是啊 现在租界也不再安全了 日本鬼子天天满街窜 还有很多浪人 经常来这捣乱 吓得客人 都不敢来店里买东西了 所以我就想啊 这次来上海 把店关掉 把货都运回景德镇去 这行不通 日本人对黄浦江封锁得很严 什么货都要检查 这是瓷器 又不是军用品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长南哪 不是我说的 眼下兵黄马乱的 你把四北带来干什么呀 你不知道 四北啊 天天在家里喊妈妈 所以我就想 把她带过来 万一 小玉舍不得孩子 想要离开宁国安 跟我回景德镇呢 长南 这次 你恐怕见不到小玉了 为什么 小玉呢 小玉 岩下上海周边全是日本兵小玉 随安里的主持 到乡下避难去了 那你知道 她去哪儿了吗 她根本就没跟我说 怎么会这样呢 小子小姐 这次一定要弄好 只有遗漏 下去吧 义父 有好消息 景德镇电报 好 看 陶长南来上海了 秀子 如兴这本电报来得非常及时 秀子 你马上去把陶长南在上海的住所 给我查清楚 是 老板 你要带什么 小家伙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陶思北 陶思北 那陶长南是你什么人呢 他是我爸爸 是你爸爸呀 乖 告诉叔叔 你爸爸在家吗 你叫我爸爸有什么事啊 四伯 爸爸 小喜子 去 把四伯带到楼上去 来 这不是和田先生吗 久违了 陶先生 很久没见了 您到小店来 有何会干呢 我想跟你谈一笔生意 做生意 嗯 好啊 想要做什么生意 您讲来听听 你们家那个 季洪达摩佛像 还有真正的美人醉配方 开个家 和田先生 您不是在开玩笑吗 你看我像在开玩笑吗 嗯 这季洪达摩佛像 是我家的祖传之宝 是我爹留给我的 我总不能卖祖族吧 至于这美人醉 你想要订多少货 我都可以卖给你 但是这配方 我是不能卖的 实在不好意思 这是做我们这孩的 规矩 可是 这两样东西 我想我是太喜欢了 要不这样 你可以发一个电报 让家里人把佛像送过来 我和你可以在这儿等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 看来 我真是没有这个福分 做这笔生意了 那这样吧 和田先生 店里的瓷器你随便干 要是您看中的 我给您一个最好的折扣 如果没有别的事 那就请您回去吧 陶先生 我希望 你能再考虑考虑 还有你店里所有的瓷器 我都买下来 陶先生 你那个小孩很可爱 你那个小孩很可爱 陶先生 很可爱 让你去 老师 来 好 你可以 你是 他 你 你 你要去 其实 你 我看着和天大佐 来者不善 其实就算我把佛像 和美人罪的配方给他 他也不会放过咱们的 小喜子 你到楼下看看 看他们还在不在门外 好 二少爷 她们还在下边呢 老爷子 看来这批货 咱们是带不走了 把他们交到日本人手里面 我这不甘心 小喜子 去买点吃的 咱们等天黑再想办法 好 干什么去 我 我去买饭 你不许去 不许去 这老的老小的小 你想饿死我们啊 我替你们去买 你知道我要吃什么呀 放心吧 老板还在上面呢 我跑不了 行 快点去吧 去吧 大少爷 电报发了吗 发了 你看 这是回职 我为你准备了一桌韭菜 别着急 不许去 等河廷有消息再说 长南啊 天都黑了 说不定什么时候啊 日本鬼子又来了 不能再等了 你不许去 来 跟我来 走 来 走 走 走 长安 来 走 咱们去哪儿 别说话 四伯 老爷子 咱们出这儿跳下去 长安 你们快走 太高了 我们跳不下去了 别客气 我们来下去接着你们俩 二少爷 我先下去 我在下面等你们 小夕子 小心哪 二少爷 快下来吧 好 来 走 走 慢点 二少爷 你 你没事吧 长安 你的脚 没事 老爷子 快跳 太高了 我和四伯 跳不下去 没事 我们俩接着你呢 来 长安 你快走 老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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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老爷子 你快跳 没时间了 快点 他们来了 快走 老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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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吧 走吧 老爷子 走吧 你放开我 老爷子 四伯爷啊 四伯爷 四伯爷 看着老爷 听话 一会儿不管什么人来了 千万别出声 听见了吗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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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回景德镇了 这个时候应该已经上船了 你们抓不着他 跑了 等等 这些 都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 你们想把他们抢走是吗 居然还想要我们的陶瓷配方 休想 你是什么人 敢跟我这么说话 我是什么人 一个普通的陶瓷商人 一个中国人 你们这些强盗 想抢走我们的东西 难道我们连句话都不能说吗 把他给我带回去 把所有的瓷器给我拉回去 是 我们去码头 是 都是他 死定人 是他 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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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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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咱们到几本这儿了 要上吗 来 来 来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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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秋昂 你这 长男 快 快 长男 来 慢点啊 长男 啊 怎么了 脚受伤了 哎 小喜子 你在外面怎么没把少爷照顾好呢 没事 我下了 哎 哥 去飞车 哎 是我害了他们 不应该跟他们分开 要是我不走 我老板就不会死 秋昂啊 死为他不会 长男啊 你别多想了 这事不怪你 不是你的错 秋昂 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 我是不是应该 把每人醉的配方和佛像都交给和田 长男 在那样的情况之下 就算你跟和田大座谈条件 他也不会放过你 你别再多想了 是我害了他 我对不起小玉 我对不起小玉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了 将士们在前方欲许奋战 咱们大家只有多捐钱多捐物 支持他们 谢谢 他们才能打胜仗 他们打了胜仗 咱们大家才能在后方安居乐业 是不是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来 钱往那边放 钱往那边放 谢谢 谢谢 谢谢乡亲们 谢谢大家 要打倒日本法西斯 谢谢 我们捐金捐银再捐铜 乡亲们 谢谢你们 谢谢 吼先生 谁在家里的 他们才能打胜仗 谢谢 他们才能打胜仗 谢谢 谢谢各位乡亲 好 前往这边放 谢谢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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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诸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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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先生 殷小姐 陶先生 这是我们姐妹的一点心意 请收下吧 殷小姐 不管是超人的利益私乃 还是国乃 你都尽心尽力帮我 他们实在是感激不尽 不用那么客气 那好了 我就先走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捐钱捐物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了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collaborators 来 来 来 袖子小姐 请 袖子小姐 苏管家 赵先生在吗 他在楼上 我带你去 不用了 我自己上去找他 你们在这儿等我 是 如馨 这个时候你怎么来了 有个很重要的事情 义父派我专程回来一趟 什么事 什么事你说啊 有什么事你不能告诉我啊 达摩佛像 前不久在上海 桃城南骗了义父 义父很生气 所以这次派我来 让不惜一切代价 也要拿到那尊达摩佛像 现在在靖大阵下手 风险太大了 桃城南现在在哪儿 他抽搐了一批 武兹正在装船 准备用往前线 武兹 义父在这儿存放的炸药还在吗 武兹 干什么 不能让吴兹运出去 一定要把他和船全部炸掉 休子 何天先生确实对我隐回的 你也对我那么好 可是炸船 你不爱我吗 你忘了桃城南是怎么对待你 怎么伤害你妹妹 怎么毁了你们赵家的忙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哥 哥 陶长南到船上去了 你看清楚了 看清楚了 好 我知道了 你去吧 哥 你当心点 走吧 我带你们去拿炸药 好的 我能否赶好 休子 休子 炸药全在这儿了 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 一定要小心 路心凡事之后 我们一块去日本 陶长南这次一定跑不掉 但愿如此 陶长南 你这个混蛋 他这回是死到临头了 秀子 不过你一定要小心啊 快 快 哥 如意 你们在干什么 你怎么来了 你们在干什么 如意 给我站住 如意 听着 别碰我妹妹 你们谁敢过来 我已经炸死你们 他们干什么呢 如意 各的事你别多管 听见没有 你在干什么呀 陶长南再对不住你 你也不能干 这么丧尽天良的事吧 不抓住这个机会 咱们赵家有无处投掷 你们给我站住 如意 清歌的话 清歌的话 不要去报仇 求你了 求你了 快进去 进去 进去 如意 如意 哥对不起你 委屈你一会儿 我一会儿就回来 快进去 休子 你这是唐长南的船 嗯 休子 我不放心 我妹妹 我先回去看看她 好 瑞兮你去吧 一定要小心啊 看到天上能被穿了嗎 快點 有他們睡覺的時候 你們知道有什麼 好的